第一 两千三百六十三级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乱来 龟丞相盯着叶浩轩 也知道 最近海底世界不太平 海底世界哪天太平过 叶浩轩反问 龟丞相哑口无言 没错 海底的世界哪天太平过 叶浩轩似乎说得一点也没错 但是他总是感觉 叶浩轩身上哪里有些不对 可是具体是哪里不对 他又说不上来 进来吧 龟丞相终于点点头 不管叶浩轩是什么人 但是他刚刚说过的事情 确确实实的是真事 叶浩轩的真实水平肯定是有的 至少他可以救公主 三公主龙颈 怪病已经持续一年整了 各种办法都想过了 甚至三龙皇用真龙之气 为他强行灌顶 但是得到的效果是 为之甚微的 现在黄金龙皇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才不顾龙皇的颜免 直接在大街上贴出了告示求医 而叶浩轩恰好误打无状地碰到了告示 所以顺理成章地进来了 室内一名女人坐在闺床前 一脸的丑容 从这位女人的服饰和周边的人 对她恭敬的态度上来看 她的身份不简单 果然 进来以后的龟丞相 微微地一躬身 龙后 我在外面 请了一位名医 她说有办法治好三公主的病 何方名医 龙后头都不悔一下 最近请来的名医太多了 各种民间偏方 也用变了 眼见女儿日渐消瘦 她的心一天比一天旧 她是三龙皇的皇后 身份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但是却拿自己女儿的病没有办法 这件事情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 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让她痛苦不堪 这 她 她姓叶 龟丞相回头看了叶好轩一眼 说真的 她不太清楚叶好轩叫什么 隐约地记得她姓叶 在下叶好轩 祖传的医术 愿意仪式 叶好轩走上前 你是外地人 龙皇回头看了叶好轩一眼 她的眉头微微地移皱 一丝不悦的情绪 在室内弥漫开来 周边侍奉的仆人 感受到了室内气氛的变化 所有人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瑟瑟发抖 没错 我是外地人 或者说我是路人 本身不是海底世界的原住民 瑰成 龙后眉头一皱 你作何解释 瑰成像一头的冷汗 他连忙拱着她本来就有些矮小的身子 龙后啊 眼下当务之急 是治好三公主的病啊 英雄不问出处 只要她有这本事 我们不需要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混进龙皇府底 你觉得这件事是小事 龙后的情绪越发地显得有些不悦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外民现在的形势 边缘之地大规模爆发问题 万一有居心不良之人混进来 你可担当得起这样的后果 龙后 此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说有非常手段治好公主的病 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没有 我们府中的亲兵大可以将其拿下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龟丞相普通一声跪下 小人三代龟丞啊 被三龙皇和龙皇安前马后 又怎么会不懂得其中的问题呢 龙后不说话了 他盯着叶好轩 似乎是想从叶好轩的脸上 看出来一些东西来 但是他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最终他微微地点点头 叶先生 请吧 室内紧张的气氛陡然一松 叶好轩也松了一口气 说真的 这个女人刚才是故意做出那副样子 叶先生 最近海底世界不是很太平 所以才做出那样的举动 还请先生千万不要介意 小女龙静的病 还劳烦先生吗 无妨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这位龙后可是一位有手段的主 刚才那副样子是故意吓自己的 想看出来自己来到这里 是不是有其他的局限 颇有几分恩威病失的感觉 不过好在叶好轩心智过人 他这点手段自然是吓不到叶好轩 叶好轩走上前透过了沙仗 看到了沉睡中的三公主 这位三公主皮肤白皙 样貌上乘 只是有些瘦 瘦的几乎是皮包骨头 但是尽管是这样 还是能从龟床上看住她 有几分昔日的青丽影子 所以断定三公主是位绝色美女 只是看到她眼眶深处的一点黑气 叶好轩不由得微微地一愣 她的神色在这一瞬间有些异样 先生看出来什么了吗 龙后一直在注意着叶好轩的表情 她的表情刚刚有点变化 这位龙后便已经注意到了 她语气有些急促地问道 这个 龙后 我们单独谈谈吧 叶好轩不动声色地说 都退下吧 龙后微微地一愣 她也是个聪明人 既然叶好轩这样说了 那就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她让所有人都退下去 先生 有什么事情 不妨对我直说吧 龙后看着叶好轩道 小女病了一年有余 请过的名医也无数 我有心理准备 三公主并非是得病 从症状上来看的话 似乎是中毒 叶好轩见左右无人 这才严肃地说道 中毒 龙后祸的一声站了起来 他语气急促地说道 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在我们的府邸 还有人敢下毒不成 下毒的人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 看三公主的情况 是中毒无疑 而且 下毒的是一位高手 数种香料混合在一起 这些香料 本来单独列出来 都是无毒的 但是这三种香料 放在一起 毒性就彰显出来 是谁 是谁敢对我的女儿下毒 若让我查出来 我必将她随时万段 下毒的人心思缜密 一时半会儿还真难查出来 龙后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先为三公主 疗毒比较好 好 好 当务之急 是先救我女儿 龙后这才醒悟过来 他连连点头 叶先生 拜托了 无妨 举手之劳 叶浩轩一点头 取出了金针 开始 为三公主治疗 三公主的毒 非是一天形成的 而且毒素已经渗入了 七经八脉 海底事迹的人 身体机能于陆地上的人 还是有点区别的 但是叶浩轩的医术 已经到了一个 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所以说这点问题 对于她来说 严格来说 已经不算是问题了 只是三公主的毒素 在身体里面 纠缠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说 清除起来比较困难 叶浩轩足足 用了一个多小时 才将其身体里面的毒素 清理完毕 龙静 你怎么样了 龙后上前一把 抱住了三公主 三公主已经 悠悠地转省过来 她的身体 现在还比较虚弱 她晃了半天的神 这才弄清楚了 眼前的人是谁 母亲 我睡了多久了 三公主的双眸 渐渐地变得清明了起来 很长时间了 龙静 你感觉怎么样 龙后见女儿 清醒了过来 她不由地喜极而起 母亲 我感觉很好 就是有点饿 龙静的意识 渐渐地变得清醒起来 她缓缓地坐起来 看到了叶浩轩 不解地问她 这位是 这位是叶先生 是她治好了你的病 叶先生 静儿现在能吃东西了吗 龙后回头 问叶浩轩 可以 但是相对来说 要清淡一点 我给三公主 开几副药 服用了之后 就没事了 快去给公主准备吃的 记着要清淡一点 公主刚醒 不能吃太油的东西 静儿 你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杨杨身体 我不打扰你了 让她出去走走也好 睡了这么长时间了 去外面透透气 那好 龟后 请先生到贵宾房休息 给他在龙府 安排一处住处 我带公主四处走动一下 是 龙后 龟后 龟后像微微地一躬身 他看向叶浩轩的目光 有些不一样了 龙府向来是不留外人的 但是叶浩轩却是一个例外 龙后主动邀请他 入住龙府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荣誉 要知道龙府可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能住得进来的 叶先生 请 龟城现在对叶浩轩的态度 耗了很多了 毕竟这可是龙府的贵客 他也不会傻到得罪龙府的贵客的 叶浩轩点点头 随着龟城走出了门 同时龙后扶着龙井 也走了出去 刚刚出门 只见一名紫金长袍的男子迎面走来 这男子走起路来 狐狐生风的 而且身上有一股不怒自卑的形象 这正是龙府之主 三龙皇 而且他身上还有一名妖艳的女子 这女子一步三摇 魅骨天生 而这名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龙皇的心宠玉妃 三公主怎么样了 三龙皇沉声喝道 启禀龙皇 三公主已经安然无恙 这位叶先生是我从外面请来的 叶先生妙手回春 一出手就把三公主给救回来了 这个时候 龟城不忘往自己身上揽功了 你就是那位从外面请过来的神医 三龙皇凝视着叶浩轩 他觉得叶浩轩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毕竟对方是治好自己女儿的人 正是在想 不错 龟城 重赏 三龙皇身边的玉妃 咯咯一笑 谢玉妃 龟城向一点头 龙皇的眉头一皱 因为从叶浩轩的眼里 看不出任何尊敬的意思来 他好歹也是一方龙皇啊 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 备受人尊敬的 但是他没想到叶浩轩对于他的靠上 却无动于衷 你是外地来的 没错 外地来的 那你可知道我是谁 三大龙皇之一的黄金龙皇 你不怕我 龙皇越来越觉得 叶浩轩有些不一样了 我们那个地方 是人人平等的 叶浩轩笑了 这家伙果然是在海底世界待久了 他们这里的阶级之分 实在是太严重 你要知道 你们那个地方 并不是我们这里 龙皇冷笑道 他眼中杀鸡周线 不知道为什么 他明显地不喜欢眼前这个人 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不公 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龙皇 他毕竟是救了三公主的人 那个医术一定是十分厉害的 奴家最近有些不舒服 所以想找他看看 玉妃掩眉一笑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妖精 那么玉妃就是一个十足的妖精 本来三龙皇现在杀鸡周线了 他在考虑着要不要灭了叶浩轩 但是玉妃一说话 她的脸都是游阴转情 她笑呵呵地说道 你说留着那就留着吧 玉妃这是哪里不舒服了 龙皇推着龙镜走出来 看见玉妃 她脸色不由地微微一变 奴家心里不舒服 玉妃对于这位龙后 也不是多尊敬 她嗝嗝地笑道 龙镜好了 恭喜呀 你可不知道 你父皇最近这些天 为了你的病情 可是担心不少啊 龙皇这些天 只够着花天酒地了吧 自己女儿的生死 怕是没有时间顾及了 龙后瞥了玉妃一眼 她眼中的不满 是越来越重了